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老金聊水族 今天又开始喂我的双罐 钓鱼不小心吊在了旁边 我又给它捡了起来 思来又想去 我还是决定继续给它喂鱼 补充它每天需要的肉类蛋白质等等 首先一点 不管是养鱼也好养蜥也好 最终的目的是让它适应我 不是我适应它 再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它是一个杂质性的一个东西 在野外它可能什么都吃 跟龙鱼一样应该是 我不知道我的认知观点对不对 但是我确实也请教了一些大佬 在小鱼方面 它们确实也是喂过的 只要保证新鲜应该还可以 今天的虫子给它加了一些维生素 这里维生素药片 我给它捡成碎末 然后给它咬起来 今天还是杜比亚多一些 它已经等在水盆里了 谈一下最近养这双罐的感受 总体感觉就是比养鱼要省事一些 首先说费用方面 因为如果养龙的话 一个缸抄起来 几千块钱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个双罐的杠 基本上有不到一千八九百 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非常开心 再有双罐用的设备 确实也不多 就几个灯 再加一个喷林 也就这些了 今天给它入手了一个新的水盆 之前那水盆不是好多人说太浅吗 他对这个水盆是很感兴趣 他以为里面有食物 应该是 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跑 后来不知道怎么跑到这边了 其实我也明白 下跑你的并不是我或者水盆 是他 吓了双罐一跳 吵着一直要看一看 然后我就给它抱起来 蜥蜴估计也很纳闷 这啥玩意儿 怎么跟平时喂我的人不太一样呢 这个水盆 其实还是挺符合它整体的生存环境 好像材质也是一个石头的吧 给它加上水 好了 你的新水盆完工了 去泡澡吧